圆明会从105年起 补助原住民法人、农场和作社及机构等友善耕作的农民 今年圆明会扩大造福 包括以牧业如温室、网室、农积聚等 其实在各地的部落里面 从北到南大家都有在养殖、畜牧或者这样子的耕作 那友善农业的一个多态的模式 就是把所有原住民族的一个农业的一个模式 都纳入到补助的这个范围 这项计划每个单位提案审核通过 最高补助150万元 花莲地区的提案说明会也吸引农民前来聆听 是种红驴跟稻米 我们是牵牵农业区区啊 我来到那里就马上不去 那里来到那里就能比不少的好事 针对补助对象项目包括 有机或友善验证、温室、网室、设施及农具 产品固实性包装设计、市场通路、拓展以及行销推广服务等项目 而有意提出申请的农民 必须在明年1月15号以前提出计划 最高补助150万元 原始新闻 感谢马亚花莲玉旅 采访报导